大家好 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那她呢 是在9月8日过世 那享年96岁 那其实她在这个时候过世 我觉得跟她年初的时候 得过武汉肺炎还是有关 那女王自己也说那一场病 让她精疲力竭 可见得女王当时应该是 还蛮严重的一种反应 那这个年纪的人 那经过这样一场重病的折腾 你能想象她的身体 是非常非常虚弱的 她身体应该是受到了 很大的损伤 以至于现在过世 那可以说这是又一个 共产中国的武汉肺炎 给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 那女王这样一个备受尊敬的 政治人物的过世 她其实会产生很多影响 其实是会产生很多影响 那女王之前曾经对习近平和她的官员 有过一个评价 非常非常精道 她说她们是离谱 粗鲁无理 还说去接待这些人的 英国伦敦的警察厅的女指挥官 还对她说 哎呀你真倒霉 就是说你真倒霉 要去接待这种人 那女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她为什么会对习近平 有这样的评价 我觉得很值得来聊一聊 那首先呢就是 她其实不只是英国的女王 她也是加拿大的女王 也是我的女王 因为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 那你像我在入加拿大国籍的时候 我宣誓的时候 我的试词里面呢 其实是向女王 以及女王的继承人效忠 那我当时宣誓的时候 是向女王效忠嘛 向女王宣誓效忠 我觉得还好 不是很反感啊 但是如果是现在啊 宣誓的人呢 就是向现任的英国的国王效忠 这个就比较不愉快 那但是还好啊 这都是名义上的一个 形式上的宣誓 事实上啊 加拿大人一生 也不会接到指派 说要实现这个誓言 那其实这件事情啊 就是为什么女王会这么的 在世界上备受尊重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女王在位这七十年 她呢是看着大英帝国 看着日不落帝国解体 她一定程度上 她甚至是在拥抱这样一个进程 她没有对她之前的这些属地 属国的这些人民 有任何的指责 不理解 那她呢都是宽容的 来拥抱大家的这个选择 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 那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 那女王毫无疑问 是民族的罪人 因为在这七十年 大英帝国解体 成为了英联邦 英联邦各国 又各自实质的获得了独立 那按照中共的说法 那毫无疑问 女王是民族的罪人 但是事实上呢 女王其实是因此得到 无论是英国人 还是英联邦成员的 这些国民 包括全世界人的尊敬 尊重 但是当然你说喜爱 很多人不喜欢女王 尤其是因为 戴安娜王妃那件事情 那她对戴安娜王妃的 痛苦和婚姻不幸的 这个处境 是缺乏同情的 是非常冷漠的 那甚至有人认为说 王室跟戴安娜王妃的死亡 有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也没有很确实的证据 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说 至少女王她作为一名政治领袖 她是无可挑剔的 无可挑剔 那就像蔡英文总统说的一样 那蔡英文总统呢 在第一时间 也代表台湾和台湾人民 向英国质疑哀悼和慰问 同时蔡英文总统强调说 女王的领袖的风范 以及服务的精神 是全世界人民的典范 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女王 但是呢 你很难质疑 她领袖的风范 和服务的精神 她这一生 都实实在在 是在 维持住了 作为一名领袖 应有的风范 以及服务人民的 这些职责 她这一生是 克尽职守 克尽职守 那你像 她虽然出生的时候 没人认为 她会成为女王 但是后来呢 她的父亲 成为了国王之后 她其实就是 作为 这个大女儿 她就是 一直就在 王室的这些职责中 她都非常认真的去旅行 甚至在成为女王之前 那你像 她就 那个时候是二战了 那其实 她父亲成为国王 那个时候是在二战之前 欧洲的氛围就非常的糟糕 非常紧张 她父亲那个时候 就希望说 王室能够在这个时候 成为一种 能够凝聚国家的 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标志 希望能够 让王室 来帮助英国 帮助欧洲 挺过那样一段时间 那事实上 她也做到了 她和她的女儿 都做到了 那当时呢 这个 女王和她的妹妹 那个时候呢 还去 发表广播的讲话 向英国人民 发表讲话 包括呢 她在18岁的时候 那她还 去了英国的 军队里 去学习 去学习 驾驶和 维修 卡车 那她也是 二战期间 第一个 从军的 女性的 王室成员 她以此 当然是来表达说 王室跟人民在一起 那 是去 进入英国的军队嘛 那 她在 25岁的时候 她父亲就过世 那么她当时呢 就成为 女王 那从那之后 这70年 那兢兢业业 兢兢业业 就是每个州 都去 接见 这个内阁的 汇报 那了解 这个情况 她对于 她所应有的 知情权 那 以及她 对这些 政治人物 给出 建议和意见的 这个权利 她非常非常地认真 她认真地 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但是她从来 不去跨越 作为 女王 作为国王 所被限制的 那一条线 她从来不跨越 那一道 线 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对她 觉得非常非常地 尊敬 尊重 这是很难做到的 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那 甚至在她过世 前两天 她还 去 任命了 新任的 英国的首相 特拉斯 那 在过世 前两天 都还在履行 作为女王的职责 那 包括说 她的亲民的 这个风范 那 她也是 得到了 很多 人民的心 那 你像 最明显的 就是在香港 她两次 访问香港 她在香港 在市场上面 跟小摊贩 交谈 距离都很近 那身边都围着 民众 那她去参观 香港的这个公屋 那 完全没有清场 完全没有清场 就是说 她在这个走廊上走 那楼上的民众 和楼下的民众 都可以 就是伸出栏杆 跟女王打招呼 那这样的 这样亲民的这个做法 当然 是赢得了港人的心 那 你像 尤其是习近平 防港 那 跟所有人 离得那么远 生怕被暗杀 都不敢在 香港过夜 那 所以说 很多人拿出 这两个状况来对比 非常感慨 那 女王所代表的 一位 非常宽容的 领袖 非常宽容的领袖 你想一个不宽容的领袖 他也不可能拥抱说 大英帝国解体的 这个状况 你可以说 他对这个政局 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但是他个人的观感 他个人的感情 他个人的意见 他毫无疑问 他是在领导 这个国家的民众的 一种方向 这一点 他就是说 他有非常大的 政治的影响力 尽管他 没有插手政治的 这个权力 但他有非常大的 政治的影响力 那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在二战之后 那个时候 英国社会 当然是痛恨德国人 痛恨日本人的 这个是 毫无疑问的 都能想象得到 你看现在乌克兰人 有多恨俄罗斯人 但是在二战过后 过了一些年 那可能 女王自己 觉得说 应该想办法破兵 不可能永远 这个样子下去 那所以呢 那女王呢 也就接待了 无论是德国 还是日本的 这些使者 那这样一个过程 虽然当时 那英国很多人 非常痛苦 非常不理解 但是最终 你从现在来看的话 无论是日本 还是德国 那这样的和解 就这样的说 大家向前看 还要继续向前推动历史 尤其是不能让历史再次发生 这个都是正确的行为 这都是女王 她以她的政治影响力 所做出的这样的推动 那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有风度 这样有领袖风范 刻尽职守 谨守自己作为女王的权限的 这样的一个人 谨慎 那从来不多说话 多做事 可以说在一个身为领袖的位置上 从来都没有过丑闻的这样一位 女王 居然 居然 那被传出来说 在私下里 嘲讽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官员 说他们粗鲁无礼 离谱 倒霉 你想想这是多特别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 那是女王 女王这一辈子 你很难能够听到 她有这种 脱离 这个 可以说是 外交语言的说法 你很难能够抓到 那几乎是没有的 就是脱离外交的这一种 四平八稳的这种语言的说法 但是这一次 女王就这样说了 而且事后 女王也没有出来说 那我不该那么说 或者怎样 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段 影音释放出来 甚至有可能是故意的 那是因为女王非常非常生气 我觉得都有可能是故意释放出来的 那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个新闻 或者是影像 那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那女王在白金汉宫的这个花园参加一个派对 那有官员就介绍给她说 这一位女士 是这一位女指挥官 女警官 她是英国伦敦的这个警察厅的指挥官 那她呢 在去年习近平夫妻访英的时候 她是负责这个安保 当时女王一听 就说 哦 你真倒霉 你真倒霉 怎么是你来接待这些人 那马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赞同 这个真倒霉的说法 那就提到说 这些中国的官员如何的粗鲁的无礼 如何粗鲁 如何无礼对待英国驻英的大事 包括说当着一屋子人的面 站起来说 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取消访问 然后就走了 就撂下一句狠话 说如果你们不答应 我们就取消访问 然后就走了 当时在场的所有英方的这些人 是非常非常气愤 就非常傻眼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那还提到说 这个在整个的访问的过程中 那英国的保安 应该是负责整个的习近平 他们夫妻的这个安保 这都是商量好的 都是同意的 但是结果呢 习近平在坐这个女王的马车的时候 那中国的一个外交人员 伪装成翻译 想要上这个马车 被英国的保安人员发现之后 被英方发现之后 甚至呢是推挤英方的保安人员 去推挤他们 就是直接就动手 中方直接对英方就动手了 就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 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合 就去说了一下 说中方人员多么的糟糕 那其实这一段影像中 没有提到说 英方是被什么 所激怒 就是被什么要求所激怒 其实没有披露出来 那我后来查了一下 才发现说 就是这个坐黄金马车 这件事情 那包括说 这个黄金马车 可以进入 可以从哪一个通道走 可以从哪一个门走 这件事情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 就是当初习近平 可以坐这个马车 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当时共产中国媒体 大肆的报道 那包括外媒也说 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待遇 就英美之间关系那么好 连美国总统都没有坐过 女王的这个黄金马车 因为这个黄金马车 它是给国王的待遇 这是给国王的礼遇 所以说 美国总统都没坐过的马车 习近平却坐了 那共产中国这边 当然是大肆的庆祝 但是有一些外国的媒体呢 就只是说 那可能说英国特别的重视 特别的期待 中英之间的关系 可能也没太多的去阐述这个原因 当时我也觉得是蛮奇怪的 也没多想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英方本来是不答应的 那但是共产中国呢 就非常流氓的 逼迫英方答应了 他怎么流氓呢 就是他一开始 他不说这件事 他一开始不提到什么 他习近平必须坐黄金马车 这个黄金马车 必须从哪个门走 他不提 等这个 大家商量已经进行到卫生了 那也就是说 这位英国的警察厅的 英国伦敦警察厅的 女指挥官 已经开始在探讨 安保的这些细节了 这个时候 共产中国说 习近平必须坐黄金马车 这个黄金马车 必须从哪个门进入 那英方当然不同意啊 英方说那你都没讲好啊 之前提都没提的事情啊 那我们从来没有给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啊 就说这样的这个待遇啊 从来都没有过 我们怎么能给你呢 那不答应的啊 那结果这个时候啊 共产中国就说 那好 那我们取消访问 取消访问啊 那跟着访问一起取消的 可能就是啊 300亿英镑的订单 300亿英镑的订单 那这个时候就这样硬逼着啊 英国啊 真的是忍辱呀 忍辱啊 接受了这个条件 那说是习近平 要登上女王的黄金马车 就逼迫啊 英国以接待国王的规格 来接待习近平 这是被逼的啊 那你说女王当然很生气了啊 所以说在隔年2016年啊 女王就趁着这个机会啊 可能是故意的啊 就把这一段啊 对话啊 泄露出去了 那而且其实啊 不只是习近平这么霸道了啊 那很多人认为李克强啊 是如何如何有啊 总理的风范啊 那其实真是啊 完全是啊 这个形象的塑造啊 李克强也非常非常缺德 也非常霸道 那你像2014年的时候 李克强访英啊 也是以取消访问啊 为这个威胁啊 逼迫女王要见李克强 所以说 李克强逼着女王要见李克强 习近平是逼着女王接受啊 要登上女王的黄金马车 你就想想说 其实女王这个工作 女王这个职业啊 真的也蛮受委屈的 也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 那所以说女王心里非常生气嘛 所以说是啊 说到啊习近平和他的官员是 离谱啊 粗鲁无理啊 那倒霉啊 倒霉啊 谁跟他们打交道啊 谁倒霉啊 那所以说我觉得啊 以女王啊 她的啊 这个眼光来看啊 习近平当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 政治的领袖啊 极其糟糕的政治领袖啊 所以很多时候啊 有一些朋友提到说 中国回到封建时期啊 中国回到啊 这个皇帝所统治的这个时期啊 这都不对啊 这都不对啊 那你看啊 皇室啊 王室啊 也不见得会像习近平这么糟糕啊 那甚至包括有些人说 中国回到大清啊 这个真的是侮辱大清啊 是侮辱大清啊 那其实我呢 不单是有汉族的血统啊 我也有一点满族的血统啊 每次看到人家说 习近平让中国回到大清 我就觉得为大清很委屈啊 那因为你看啊 清朝啊 他到最后啊 他清帝退位的时候 他的退位诏书中都写得很明白啊 说是说现在啊 生灵涂炭啊 可能会有这个内战啊 可能会有战争啊 那为了子民啊 为了人民啊 那尤其说呢 这是啊 这个人心所向啊 这是国际上的大事啊 那所以说呢 清帝就退位了啊 不能因为一家一性的尊荣啊 而去啊 违反啊 这个万民的啊 好恶啊 不能违反万民的好恶啊 不能因为一家一性的尊荣啊 违反万民的好恶啊 你看清帝退位 人家写得明明白白啊 你家那个时候清帝退位啊 那英国的报纸也报啊 说这是世界最古老的啊 君主的体制啊 和平的转变为共和国 那你看人家清帝啊 人家清帝都知道说不能这样啊 那所以说说习近平让中国啊 回到清朝啊 真的是对清朝的侮辱啊 是对封建帝制的侮辱啊 封建帝制啊 也比啊 习近平执政要强啊 那这呢 就是关于啊 女王的这样的一个啊 一些内容吧 所以说我觉得 习近平这种人呢 他就是在封建帝制时代啊 他也是一个王国的暴君啊 他也是一个王国的暴君啊 他不是一个像样的君主啊 说他是习皇帝啊 我觉得都是对皇帝这个词的侮辱啊 你得说他是暴君啊 他是一个残暴的啊 一个流氓的啊 一个君主啊 可能差不多啊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